国家还自投罗网 高雄游民男子下班后到超商去喝酒吃宵夜 却酒驾返家 途中不生酒力 半路就停在派出所前的停车阁 被警方盘查 另外古山区则是有女子 她喝了半瓶威士忌 还骑车上路 酒测值1.11遭到罚办 面对警方难查 一问三不知 警方才刚扣进 就闻到男子全身酒气 车子不可能自己来这边吧 你这车子有自动驾驶是不是 还知道自己的车没有自动驾驶功能 当场实施酒测 酒测值果然超标 男子酒后上路 自己是怎么开到这里的都迷迷糊糊 重点是还开到派出所前的警用停车阁 到底有多最近啊 完全不知道自己自投罗网 事发就在高雄市前进区29号凌晨的3点多 原来这名苏星男子下班后 就看烧烤店的女同事相约 超商喝酒吃宵夜 没想到却贪图方便 酒驾返家 书嫌说辞反复 完全没有注意到 停到派出所前的警用停车阁 夸张行径也让远景实在看傻眼 另外前一天28号的深夜时分 在古山区同样有名女子酒驾骑车 去哪里啊 家里啊 女子骑车摇晃 脚踏板物品散落 一地引来远景上前关注 没想到浓浓酒气扑鼻而来 当场实施酒册 一定过的啦 酒册值大超标高达1.11 刚刚的气势瞬间全没了 这下不配合也不行 我们全岸将他带回 以公文为前 以送申办 总是谈吐方便 酒后上路心存侥幸 若是发生车祸意外 闹出人命 恐怕就不是 佼佼前公布照片就能了事 记者陈辈蠢陈鱼 刚唱不到